哎,大家好,今天是1月30号了,国内是1月31号早前,这块是30号的晚上,就差这么个时间差吧,12小时嘛,后会跟大伙儿唠课说说话,今天是安省这个病情啊,又超过,那两天两天都两天以下了,今天是2063例,又死了73个,这死了73个人啊,有24个是老年院的,就是老人院的啊,得的。 老人院死的特别多吧,但侯格这个城市又是700例,但是加拿大这个地方有的,有很多人得病了,还在上班,说有24%的人有病了,都在上班,为什么他上班,他外国没有代薪病假这一说,他只要有病了,他就没人给他开支了,所以他也得还贷款,很多人压力真是很大的,加拿大这个工厂没有像总管说你有病了,给你代薪开支,这个没有,这个是实行制嘛,这是资本主义国,所有的工厂, 你仔细注意,他都是个营的,现在修高速那方也是,全都是个人家的企业,那个,真的,这侯格听说的,也不知道是对是说,这资本主义国,真是资本主义国,全都是私营企业,所以他没有带薪金,有的人得病了,还在上班,上班就传染了,这个是很麻烦的吧, 这个国家就这样吧,人也都不听话,有病有的人,还在上班,你没看吗,还有网友问道,为什么猴格老说这个,说什么刀什么,因为刀吧,就等于中国的元,所以说猴格是买东西,说买七百块钱,八百块钱,你听不懂,你就七百刀,八百刀,就能听明白了, 那个一元呢,叫卤泥,两元就秃泥,二不叫兔吗,万兔吗,你看加拿大这很多的一元店,两元店,这里卖也很好的呀,很多那种货,都是中国的,那里猴格经常是人去买东西,东西还是很便宜的,用完就冷,加拿大这,为啥猴格在外面经常捡的东西啊,他有时用上就冷,他不会留着,像咱中国人什么东西啊,他就是买完就冷,半家的东西,一家的东西,半家的东西,半家的东西, 全都冷了,不要了,所以说猴格,你看捡很多东西,像昨天猴格给那个大总给人,大伙说猴格咋不卖钱,那个不可以卖钱,你大伙要看猴格视频,猴格还知道,可能在19年过春景,是猴格捡的,猴仨我们俩三十那天没啥事啊,但确实没意思,那时候没有疫情的,我俩出去玩,开车出去,就捡着弄个总,那总是好总,哪也没坏,它上电磁子的,不是那种,里头都是同部件的,都是上电磁子的,两个, 好时,两个总确实是好的东西,都走时,但是猴格家也没地方,我总往家捡东西,我捡东西太多了,你看猴格后来捡的,有不少的东西,都是给人干过,因为猴格出去,原来猴格总捡那个电视啊,还有洗衣机,冰箱什么,那个能卖,猴格原来,就是那年猴格受伤的时候,猴格捡有一段,就是捡那个东西卖嘛,猴格不愿跟姑娘要钱,就捡东西卖,一天卖几十块钱,就捡那些电视啊,冰箱了一些, 一个电视能卖,那时候一个电视能卖个六七块,七八块钱,现在不知道怎么就不值钱了,去你猴格又捡两回卖,不之前猴格就不再卖,那时候不能干活,受伤以后,猴格捡那个卖,那个也挺好的,都是卖的现金,还有的人问呢,这个,加拿大我们猴格一大伙看的招工信息,我不知道你在国内啊,是在加拿大,你能不能看着,国内这块的网站叫51.caa,也是家国无有,那里什么信息都有, 找工作的啦,就是卖房啦,所有的信息,装修的啦,他招工的啦,什么信息都有那顶上,干屋顶的啦,招人多钱小时,但是你国内好像是看不到,我记得是看不到,应该就是你如果上那网站都有,一打开那窗户就出来了,看什么信息都有,哪个工厂招人一小时多少钱的都说了,那叫家国无有,那是一个中国人干的,这个人很厉害的,后来打广告, 后来是一月五十块元,完了再加上那个税,你一年得七八百块钱吧,每年都能够交的,还有问呢,给那个,那个姐姐,怎么硬实的,那个姐姐,就姐宗那个姐姐,那我给那宗,那是2019年的时候,为什么猴格咱们不能交一件,19年领我们上美国,加仕德、叔父比,那时候猴格不知道我看不看,是不是令我们去玩这样,令上呢,他就组织,那是加拿大的一个, 他们很多就卖的古董,什么古董都有,所以说猴格能好意要人的钱,就是猴格卖了一块钱,一块钱就象征性的好听点,总不能白送你,大伙儿都知道中国的邪音嘛,还有的人问呢,说这个,猴格的儿子回国回国,因为猴格没入籍,我回国可以,但现在你是入籍的人,你回国中国不让你回去了,因为这疫情,绝对不会, 大使馆不会给你办签证,你登不了中国的大陆,因为猴格,我是中国的国籍嘛,我可有,但是我的姑娘儿子,他们都入籍了,他们永远回不去了,这个疫情前,中国不让你回去,现在很麻烦的,你以为你得的病了吗,还有这两天呢,好多网友私信了,告诉猴格,说这个,就是问一问,就是说很多人呢,在这个,就是,把猴格搬运到别的视频,就放这个视频, 放呢,他就这,耀东那个姐姐,他其实不是看了奇怪视频看的,他是看到别的视频里的,放,多网多网友,说这不是,这小两个,我认识呢,要我就上美国去了,他看了完,他跟我们说了,也说了,好多人也跟我们私信,但是猴格猴嫂呢,我们俩商量,我是从来不觉得,谁愿意放,都没什么,这是,都是老百姓嘛,都是,再说也都没啥能够给加拿这块,都是为了挣点钱,他搬运,那就搬运,我也不懂什么, 就搬运,他就在别的网站那里发,哎,发今天我看都一千多,两千多,三千多的,也能挣点收入嘛,都是中国人,何必呢,能挣点,挣点,钱这东西你怎么挣也挣不过,干一辈了,猴格还在干活,还在赚钱,这个东西都是钻同胞嘛,猴格到时候还不会去,哎呀,告啊,说啊,因为你猴格本身也是个农民,是个老百姓,也没什么出息的地方,就是他转任了,搬家,也是搬家,也是搬家, 这个东西给猴格放啊,也挺好的,也看的,也挺有意思的,不要去,大伙说的,也非常谢谢你们提醒猴格,没事的,谁愿不说什么就,无所谓的,钱的东西你不再够花的,怎么挣也得挣,你看那摊护饭,摊护到最后,让你抓一颗子弹结束自己的生命了,人就这么回事,猴格干了一位,从中奖啊,从克林江的农村到大连一步一步的,始终在往上坡走,猴格都挺顺的的, 不要一些小事跟他同胞鬼,猴格到啥时候不再去告人中国人的,你放心吧,只要他愿意做,他挣哪钱,都是没啥能,都是老百姓嘛,猴格也是普通的农民,也不是民,也非常非常你们这么鼓励猴格啦,猴格去年你看,还得一个最美劳动者奖章,那一共才四五个人得奖,就猴格一个,那已经很不容易了,非常谢谢这些网友给猴格,那什么说好话给猴格打的评语, 凭着猴格嘛,最美劳动者,猴格三能奖,那时候好像给一千多块钱呢,非常非常谢谢这网友啦,还有猴格家这个猴格有病啊,大伙这些回复这些,昨天猴格看了真难受,猴格一定帮不上你们,你们一直在帮猴格呀,也这么说,暂时在加拿,你没办法,你看看好多地方,到昨天花了一千,一千七百百块钱,但是挺好,昨天回来买两盆罐子,他一次就吃半罐,原来好多天都不吃了,这真的挺好, 这个小孩是一个台湾人,他也看得也挺好,原来上次是大医院,那医院的很有名的,猴格都给他住院的一个医院,那天看了两小时,就是六百,六百四十多号人,所以这个小真说,你看收费,昨天一共是花了三百七不三百八,看得也挺好,还好两颗牙,但是猴格回来吃饭牙也能喝了,他可能根本就不是那个下巴掉,咱也不懂啊,英文又不好,这小孩在说中国话, 台湾人呢,说啥你能听懂,所以说这个,什么事就是盗人家的国家来,没办法,啥事就是慢慢是吧,真的谢谢这个网友和网友和网友和评论的,给猴格这些鼓励也什么的,非常非常谢谢你们了,猴格一定要帮上你们,你们现在帮助猴格,现在猴格去年得到最美劳动者的,真的很感谢,当然你们要来,能来多伦多,但是来也来不了几个,到猴格也来喝点咖啡,坐一会儿,猴格一定好好招待招待你们,善待你们啊, 希望咱们这么长时间了,你们有猴格多少的安慰啊,猴格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了,大伙都说呀,就像自己家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一样,也很多都在统领,猴格说烧炉子什么的,大伙说话就跟男人很娘的农村说话,味都一样了,非常非常谢谢你们了,当然你们有机会呢,到猴格家来,猴格家,猴格就是个老百姓农民,没有什么,没有那些说的,像别人什么搬运啊, 他愿意搬,就搬,无所谓了,都是中国人,都是同胞嘛,出国都不容易啊,真的,你看为什么猴格做的视频这个,做的这么开心,就你们始终在鼓励猴格,你看都说,要有说猴格不好,你们都回复猴格,猴格真的很感谢你们,谢谢啦,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啊,好了